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首先我们看到全球各国政府对新兴科技的防御应用愈加关注 美国更是扩大了对半导体等技术的出口管制 特别针对中国进行限制 这场科技竞赛正迅速升温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技术被纳入管制范围 接下来我们转向两岸关系 中国国家安全部宣布已经摧毁了大量台湾间谍网 并揭露了超过1000起间谍案件 这一举动显示了北京对台独势力的强硬态度 两岸紧张局势持续升高 最后让我们来到柏林动物园洗衣好消息 大熊猫萌萌经过超声波检查确认怀有双胞胎 这对熊猫夫妇自2017年来到柏林后 曾在2019年诞下德国 首对熊猫宝宝如今又将迎来新的生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 对于大多数政府来说 思考新兴技术时的首要关注点是他们的潜在防御应用 以及对手获取这些技术后可能带来的军事优势 为了应对这一担忧 各国扩大了出口管制范围 涵盖了这些新技术 打乱了合作 干扰了商业 并给使这些管制生效的机构和伙伴关系带来了压力 目前半导体及相关技术是把主要关注点 拜登政府采取了极大努力 切断这些技术 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在内的关注国家的流动 并敦促盟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措施 美国将其政策描述为小院高墙 但随着华盛顿评估其他技术的潜力 这个院子很快会变大 南华早报 北京的顶级间谍机构称 在一次打击行动中 揭露了超过1000起台湾间谍案件 并誓言继续对岛内的台独势力施压 国家安全部在微信上的一篇帖子中表示 这些案件是在近年来 一系列特别行动中揭露的 并继续严厉打击间谍活动 帖子提到 台湾政治活动家杨志渊的逮捕 是将台独分子一亿 法追究分裂国家罪责的创新 杨宇2022年8月在浙江温州被拘留 涉嫌从事分裂活动和危害国家安全 案件在2023年4月移交检察机关时 北京表示他将面临分裂罪指控 这是首例台湾人因分裂罪在大陆法院受审的案件 近年来还有几例台湾人在大陆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判刑 国家安全部在帖子中承诺 坚决打击与台湾相关的分裂主义和间谍活动 并粉碎任何追求台湾独立的企图 美联社 柏林动物园传来令人期待的消息 大熊猫梦梦梦再次怀孕了 几个月前德国出生的首批大熊猫已被送往中国 动物园周二表示 周末的超声波扫描显示 梦梦怀有两只幼崽 它们仍需大量生长 但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将在八月底出生 梦梦和雄性大熊猫交亲于2017年抵达柏林 2019年8月 梦梦生下了皮特和鲍尔 也被称为梦翔和梦园 这是德国出生的首批大熊猫 双胞胎在柏林是明星景点 但它们于去年12月被送往中国 这是从一开始就合同约定的 但因新冠疫情而推迟 中国多年来一直通过熊猫外交政策 向友好国家赠送熊猫 现在则以商业条款将熊猫租借给动物园 大熊猫繁殖困难 出生尤为受欢迎 目前中国有约1800只野生大熊猫 全球圈养的大熊猫也只有几百只 梦梦于今年3月进行的人工授精 动物园指出 雌性大熊猫每年只有大约72小时的繁殖能力 南华早报报道称 由中国和美国研究人员 共同领导的一项言揭示了 绿安酮为何能迅速治疗抑郁症的机制 被认为是几十年来精神健康领域最重要的进展 研究表明 绿安酮通过抑制在抑郁状态下 变得过度活跃的大脑区域 从而在大脑中引发广泛的积极效应 这种药物可以在几分钟内缓解抑郁症状 并持续数天 研究团队发现 绿安酮选择性地抑制了与抑郁症相关的测壳中的神经活动 而在另一与抑郁相关的大脑区域 海马体中却没有同样的效果 研究人员表示 这一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绿安酮作为抗抑郁药的作用机制 并有望开发出更高效精准的抑郁症治疗方法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时尚亮点 蒙古队凭借由时尚品牌Mekiland Amazon卡设计的精美制服获得了最佳团队制服奖 这些制服融合了奥运会和蒙古象征 包括奥运火炬和九白旗 土耳其射击选手尤苏夫迪克齐和韩国射击选手金翼智 则因其独特的风格成为社交媒体热点 迪克齐以简约风格和冷酷的刺客形象备受瞩目 而金翼智则以其未来感造型成为焦点 香港选手张家朗在比赛中佩戴的奢华珠宝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外,一名在女子100米挖勇比赛中救援有貌的救生员 因其彩色泳裤和随意的风格被戏称为有貌捕手鲍勃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最后,南华早报报道了奔驰韩国在一起电动车起火事件后 公布电池供应商名单的消息 8月1日,一辆奔驰EQE350电动车在停车场起火 损毁了数百辆车,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恐慌 奔驰韩国确认起火车辆配备的是中国法拉斯能源公司的电池 此事件引发了对电动车安全性的担忧 促使一些公寓禁止电动车进入地下停车场,并关闭充电站 奔驰韩国还宣布将为所有电动车型提供免费检查 并计划捐赠约33万美元帮助受灾居民 此次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车电池供应链透明度的强烈要求 政府正在考虑强制要求电动车制造商披露电池供应商信息 日本时报 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的时代 随着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 以及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 西方的政治家和外交官越来越多地谈论经济安全这一新型概念 这一概念被广泛定义为在半导体、电池和稀土矿物等领域 建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弹性 保护先进技术并抵御经济胁迫 日本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一 部分原因是其与中国的地理接近 以及在应对全球巨头方面的历史和经验 南华早报Equenix计划投资1.24亿美元 在香港建设第六个数据中心 以满足大湾区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一新设施将位于全湾的一栋 转为数据中心设计的建筑中 预计在2026年第一季度投入使用 这是Equenix在过去十年中在香港的最大投资 Equenix香港总经理Joanne Holm表示 首期设施将提供1000个机柜 完工后总数将达到3.550个 Equenix亚太区总裁Jeremy Doge指出 香港的互联网交换服务流量 在过去12个月中增长了50% 数据中心的扩展正值人工智能 蓬勃发展之际 新的设施将采用包括直接到芯片的夜冷技术 以更高的能效为每个机柜提供更多电力 这些特点将是设施对AI服务运营商根据吸引力 南华早报在中国西北部发现的近2万根古针 揭示了人类发展两个时代之间的技术进步 陕西省石畅遗址的古针作坊是青铜时代 公元前三天三百度一二零卖年 早期标准化手工艺制造的一个例子 但工家们仍然使用新石器时代普遍的技术 表明该作坊处于大约公元前两千年 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前沿 研究人员在《人类学考古学》杂志九月刊中指出 石称的古工具和材料标志着这一过渡的门槛 最终导致郑州、安阳和周园的大型青铜时代作坊的兴起 石称遗址属于龙山文化 该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三千到一九零卖年 因制作高质量陶器而闻名 并最终演变为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 考古学家认为 古针作坊是了解这一演变的关键证据 研究表明 石称的专门化古工具生产作坊 可能是连接小规模 非专业化的新石器时代古工具制作传统 与青铜时代国家工业规模 古工工具生产作坊的潜在纽带 南华早报 香港电影迷因动作片导演兼动作设计师 袁奎的去世而陷入哀悼 袁奎于2022年因新冠去世 但其家人一直保密 直到成龙在纪念七小福成立65周年的社交媒体帖子中 无意间透露了这一消息 成龙写道 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告别袁奎 他在动作电影界的遗产无可比拟 袁奎在1970年代初开始演戏 并在他导演的电影和朋友的电影中继续出现 他在好莱坞也有频繁的工作 包括《X战警》和《敢死队》等项目的动作设计师 本门回顾了袁奎的五部经典作品 包括《龙之忍者》、《皇家师姐》、《指导黄龙》、《方施玉》以及《非常人犯》 这些电影展示了他独特的动作设计风格 和对动作电影的贡献 特别是《非常人犯》中 杰森·斯坦森的滑游打斗场景成为经典 《悉尼陈风暴》 保罗基廷和南希·佩洛西因台湾问题针锋相对 前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称 基廷将台湾描述为中国房地产 是愚蠢的说法 基廷反击称 佩洛西在2022年访问台湾时 鲁莽放纵 几乎将美中推向战争 基廷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7.30节目采访时 探发了对中国入侵台湾的担忧 称台湾是中国房地产 引发台湾外交部的不满 佩洛西在推广他的新书时回应称 台湾是台湾 拥有自己的民主 基廷的言论 不符合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 基廷强调 他代表的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而非美国或台湾的利益 并批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对佩洛西的言论过于兴奋 台湾在澳大利亚的 十字大使馆和台湾外交部 对基廷的言论表示困惑和误导 认为这与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不符 南华早报 中国的奥运明星潘展乐和全红蝉 因粉丝文化的过度狂热而苦不堪言 17岁的跳水天才全红蝉 在机场被粉丝包围的视频 在小红书上热传 引发用户对粉丝行为的愤怒 游泳选手潘展乐在巴黎奥运会上 获得两金一银 他表示愿意放弃奥运成功 以换取安静的生活 潘展乐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外 是 他无法单独外出 甚至在酒店接受采访时 也被粉丝围困 他关闭了唯一的微博粉丝账号 以专注预计 全红蝉在夺得女子十米台 和双人项目金牌后 回到家乡 却发现家乡变成了旅游景点 他在机场被粉丝包围 甚至有人不断将花束推向他 让他感到不适 这些情况引发了网友 对粉丝行为的讨论 有人认 为全红蝉被推到了忍耐的极限 也有人批评他不应拒绝粉丝的花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有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LuteObrief.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uteObrie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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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teObrief.com